普通难度 矛盾总在不经意间激化 想要挽回需要靠耐心和方法 最困难的 失去了相互的信任 任何一次争吵都会走向破裂 如何才能维持脆弱的关系 我们先一个一个来 哎呀 有文件显示 中国男人比女人多三千万 所以作为男生 能够如何找到女朋友 哦 如能 什么叫 如能能找到 找到女朋友就已经很幸运了 照理说 我就在这幸福的人群中 不过这场恋爱 让我谈得有点艰辛 当然恋爱总是很艰辛的 如果一番丰盛的恋爱 肯定有问题 哎 这个还行 这把照片还行 有点婴儿肥肥 这就是我的girlfriend 长得非常可爱 而且非常 非常会卖萌 你这里眼睛怎么塌下来的 只不过他性格上有点小问题 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就炸毛了 而且完全不知道因为什么 你知道错了吗 我的妈妈 听到这句话 你知道错了吗 什么妈妈知道错了 我又怎么了 你自己想 这个 这 错了还不行吗 我错哪了 哪错了都不知道 把你手机拿出来 OK 把你自己微博打开 哪有问题 打开你关注的人 我关注的人有什么特别的吗 这些都是什么人 以前的同学 高中同学呗 给你五分钟 全部取消关注 为啥 不为啥 给我取消关注 我们都相互关注的呀 所以呢 相互关注吗 突然取消很傻呀 你到底去不去 不好吧 去不去 毕竟是同学嘛 而且今后说不定在工作上 还有问题需要请教他们 我也晚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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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是相互关注 又没怎么说话 嘿嘿 都是以前的同学啊 互粉很正常 我让你取关不取 你还有理了是吧 到底谁重要 当然你重要 这还用说吗 我重要 呵呵 我重要你还能干这种事 我干啥了我 他们加起来都比我重要对吧 他们加起来比我重要是吧 那你随意 你别这样嘛 必须取关 这事没商量 给我点时间 要时间干嘛 点个纽的事 你什么话都不说 就把人取关了 人家会怎么看我 取消了还能怎样 他们能 他们怎么看你又有什么重要的 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那你的意思是我不重要了 他们怎么看你重要 妹子说 他们怎么看你重要 我不高兴不重要 这是原则问题 原则 就这你还原则 你的原则就是他们比我重要是吗 这种小事情干嘛别揪着不放吗 我很想不介意 但是 做不到 做不到 我就这么小心眼 就这么不懂事 别闹 别闹别闹别闹 求求你 求求你 取取关是什么意思 取取关是什么意思 给我几天时间 几天 取关还有几天 我先要和他们商量一下 还是去 还是去 你是要和他们商量一下 还是去道别 这 现在马上取关 否则我 否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在一起 那就算了吧 跪 你 你 我早就看出来了 你就是对那几个妹子有意思 你故意气我 和我分手好 跟他们在一起 对吧 亏我对你这么好 算我瞎了眼 哎 你等等 喂 就这样 他生下了几句话 跑开了 滚吧滚吧滚吧 这种傻男们儿滚 后来他网上写了一篇 常微婆 骂我渣男 转发三十多万 妈的智障 这个还蛮厉害的 稍等一下 鼻子不大舒服 文章里我被形容一个同时勾搭好多女神爱劈腿的一冠禽兽 于是我被人肉 被公司开除 还被寄人 还被人寄来了刀片 果然妹子是不能随便得罪的 哎 惨烈分手 我已经解锁了吵架 然后分手 是哪一个 第一第二 好好讲道理 不至于啊 这点小事情闹成这样 这点小事情都能折腾 那以后碰上大事怎么办 就这点小事你都不顺着我 今后遇上大事怎么办 这 你的那些老同学 反正今后也不会再联系了 他们和你女朋友哪个重要 你都不知道吗 比如你让他们陪你过一辈子 我是这个问题吗 取关自己同学 他们会觉得怪怪的 取关了 那今后大家会怎么看我 我就一句话 你要你的女朋友 还是自己的面子 全都要 你这个人能不能给我一个多余的选项啊 我全部都要不行吗 不行 今天必须取关 否则这事没完 不取 这已经不是取关不取关的事了 让你取 小关注 他妈有这么难吗 我求你还不行 别关注了 行不行 好好好 我求你别闹了 我哪里闹了 是你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 那我的感受呢 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这句话告诉我们是什么 跟女人千万不要讲理 没理可讲 他们天生就是理 你知道吗 你感受什么 不就是面子挂不住吗 你既然让我觉得地位比他们差 这就是你的感受吗 你的地位超级的高 从来没变过 那你还不取关 没少来少去 有关没完 那这和他们有啥关系 这种事情迁就就没什么意义了 这个时候你取关也没什么卵用了好吗 女朋友又不就是让你宠让你迁就的吗 我来这点都做不到 好好好 我做得到 那你取不取关 你取关 等会儿等会儿再说 还是不肯取关 别胡闹 我胡闹 我就胡闹 我胡闹怎么了 反正今天要么取关 要么就别在一起 别这样啊 至于为这个事情分手吗 取关这些人 我保证今后不再无缘无故跟你取闹 你也知道无缘无故啊 怎么无缘无故了 我就是想看你在不在乎我 结果我还没那几个女生重要 你真的在乎 还管什么面子不面子的 让我不高兴的事你就不该做 这才是在乎 这个女的有点神经质啊 这个女的有点神经质啊 是不是啊 马上收拾你 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高兴 什么时候不高兴 不知道你学啊 不知道你干啥 你干就是啊 你取关他们 我就不高 我不就高兴了吗 不行这样下去没完了 现在怎么办 好你把他们都删 好好好 你把他们删了吧 你亲自删 我不删 我不想看见 他们你自己删 你不想看见他们你自己删 那你说你还想见他们咯 我不和你吵 我让着你 你让着我 就你这样还让着我 取关别的女生 你关注别的女生 还有理了是吧 我让你不关注别的女生 反而说我不懂事了是吧 我又没看他们微博 你不看微博 关注他们个什么呀 我又不刷微博啊 出于礼貌 那你就不能为我高兴 把他们删掉吗 有没有必要啊 让我高兴 你觉得没必要 我心情什么样都无所谓了 对吧 拿他们的恶心 拿他们来恶心 我就对了 你很开心对吧 这你嘛 我卸微博行了吧 把账号密码换了 永远不登陆可以吗 不行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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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女的傻娘们 要她干嘛 我就不懂了 让你取个关这么难 这不一样吗 不登陆也就不联系他们了呀 感觉你们还联系过 没有啊 那你在矫情什么 做人的问题啊 有人莫名其妙把你取关了 你会怎么想啊 在这个社会上混 不坑人也不能得罪人吧 那我呢 你在外面当好人 被我气死了 没关系 我就是不知道 我就是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气死啊 我为什么申请你都搞不懂 那咱俩有什么可说的 我早就看出来的 一点都不在乎 我在乎啊 在乎啊 你都不愿意为我做点事 就因为你不乐意 知道不乐意 为什么还让我做 我只是不懂 这些事有什么关系 社交的事情 和我跟你的关系 完全挨不着呀 我在乎你 非常在乎你 我在乎你 不就行了 这些细节没所谓的 没所谓啊 你自己想想 每次我把你删了 你都不肯加回来 这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觉得 删了删了没关系 是 我现在告诉你是 那你开始干嘛要删 你又要加我呀 那你删我干嘛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是很笨的一个女人 因为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我就删了你 我再也不加回来了 喂你等等 喂 观众朋友们 这个女人我不想 我不想跟她挽回 这个女人就是要分 分分分分分分分 我把你 我把你 我把你给追回来了 算我 不是男了 分分分分分分 滚滚滚滚滚 脑子找 我还我还有那么微博那么多呢 我一个一个选滚滚滚 我这个女的我也不想要了 不要了 我们搞困难难度了 拿她吃账 这女人是个傻逼 分分分 看着真爽 分 这种女人要她干μά分 那笨 好吧 ヤバイ